在离开十更国之前,陈波比将极速增积粉交给了阿琪 对于陈波比来说,这可谓是最重要的宝贝了 多人拿轮船都不会换的 可见这极速增积粉的作用可不小啊 而且拥有极高的价值,其实关键就在极速这里 根据字面的意思,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肌肉的强度 比如变得像陈波比一样强壮呢 这种东西阿琪是用不到了,所以只会给何大春 再来为何说阿琪与何大春会在玄武国相遇呢 其实是有两点的,一点是送上了极速增积粉 另一点则是要替陈波比传达现意 当年陈波比一直欺负何大春,甚至看不起何大春 如今,陈波比被打败 也得知何大春的金刚不坏已经到第七层 经过一段反省之后,他认为确实需要道歉 何大春已经在玄武国一段时间,目前还不会离开 阿琪的到来就可以将极速增积粉交给何大春了 让何大春的金刚不坏童子神进一步提升 当然这应该是短暂的 不是靠修炼而来,而是借助外力 一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何大春能够到第七层 也是因为他比所有人要努力 明晚就没见过他服用增积粉 气肉量跟始冬国这些气肉难也差距不小